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沒錯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是阿倫在台灣的家 大概兩年前我買了一台 Dyson的無線吸塵器 然後再實際使用兩年之後 阿倫真的覺得Dyson的無線吸塵器非常非常好 吸力很強之外 重點是無線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後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來介紹的就是這個 Dyson V8的無線吸塵器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就把它給大家看看吧 然後今天阿倫想要幫家人來吸吸床 因為床其實是我們每天都在睡的地方嘛 所以它的乾淨呢 其實對我們的健康真的有非常大的影響 在這邊 沒錯 就是這張床 好的 我們現在就準備要開始吸囉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吸塵器裡面是完全新的很乾淨的狀態有沒有 然後我們現在一進到底 然後我們開始吸給大家看囉 好 開始 好的 大家已經看到 剛才其實已經把這床吸過一輪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集塵袋裡面 馬上有這麼多灰塵耶 這個床單其實我們之前才剛換過而已 然後剛換過床單裡面還可以吸出這麼多東西 超可怕的 又是可知呢 這個Dyson V8的這個吸塵器呢 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好 我們現在把裡面的東西倒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超超級髒的耶 而且我才吸不到 吸不到三分鐘吧 它裡面就已經有吸出這麼多東西了 真的是太可怕了 真的 阿倫覺得非常的驚訝 它的吸力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勁 而且它的音量也非常非常的安靜 沒想到那種 剛換過床到沒多久的一個床 能夠吸出這麼多的髒東西 這真的有讓阿倫有嚇到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來追蹤阿倫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邊是阿倫Facebook粉絲頁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幫你追蹤一下阿倫喔 還有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幫我們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超強犀利 Dyson V8